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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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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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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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起来就相当吐血了啊 我们来个简单一点 哎就这个吧 那我们就这样子呢 首先他地图放中间对吧 然后呢其他细节放旁边 那我们就按着他这个 当然我还是用那个 Botanic Garden的一个模式来做 但是我不会把所有东西给放进去 可以吧 然后你们就按着这个 因为有时候说 把东西放进去不用选放 好 那就这样子 我们就长方形了对吧 地图放中间 然后放一些东西 然后再把需要的信息给放上去 可以吧 好 那就这样子 好这个我就关掉了哈 然后这个由于我去查了一下 然后上面很多这个圈圈 那我所以我归在谷歌上面 对我打了一个这样子 一个这样子一张图啊 然后上面这张图对方就 所以我就对 OK 那一个空出pinscreen 对我就不意把这样 我是要把这个部分结下来 那这个东西你说 接下来要怎么样做的 等一下 刚刚那个我选错图层了 那你看这样就OK 那现在这样子 那这个反正你可再用也可以当 你也可以勾啊 懂我意思吧 好 然后这样子 那比如说 这个就是一个耐性的火了啊 那就这个地方的话就我会快进啊 好 那这个线我们过完以后你会发现啊我还没有那个填那个白色是因为啊对因为你看我这个不是完全按照那边来勾的所以我就弄了线框然后现在我要把所有的色块给那个填上去 然后这个部分我加速啊 然后其他的像这些细的呃我就不勾了我就勾这个绿色的块这样子啊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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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你看我刚刚扣其实也不是非常的精细你看 很多细编其实都不是很均匀 那你现在看好像很多细节对吧 那细节上面来讲我回去看一下 啊你看他这里号码其实挺多的对吧 但是呢这样子呃他号码多归多但是呃怎么讲呢细节其实一张图你是可以自己将细节的那这样子我们就再去那个 Pinterest然后呢是这样子然后一个上次那个排版我现在好像有点忘了呃反正就也没事那就还是照这样子吧然后我还是用着一个白一笔这样子一个形式然后 然后 Post Post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字 我因为路这个地图已经第二天然后那个是前半是一天的啊这样子一个那文字可能是说啊他这么放对吧那我们就对那我们就这样子呗 啊然后把数数牌啊字体文改成就跟上一张一样的吧可以吧 啊 字体我们要那个 对这个 time new over 啊然后这个字我们就大一点我们的一个那个18或者啊其实 好像不是很够大 36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做一个这样子的反思那然后这个34不够我们的72对然后通过这样子来做那就做一个这样子一个简单一点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就给人看数字给别人反正一样啊因为这个地图它数的但是我们横着那到时候我们给了肯定数的给别人那边看面然后转一下这样子啊所以就就说首先排版都要找一个理由这样子不要说为了排版而排版 好然后呢那个make indicator我懒得翻去那个视频看了那其实有很多的版式你这一看有很多的变变化对吧呃然后呢就这样子呃 随便让我看看好像也没有多少可以选那这样子吧还是我回来这边然后我就随便抽五个可以吧我也出五个那比如说第一个六啊中文都爱了一个数字六啊这样子 怎么回去了上顶吗啊六啊那个六的话我们就 这样子 好像我看一下六有没有一个图片啊 哎呦我有过天的干了哎呀原来这个是澳洲的好吧好吧不错了我现在才知道 我才看到 没关系没关系好吧跟英国同名啊哎呦 真没注意到哎哎呦呃然后这里呢我们本身地图是绿色的 那我们这里弄个红色的给他赔吧然后就这样子 再打个六啊六的话那这次这个你说大小你说呃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了不一定你你反正就这样子看怎么看顺眼就怎么样啊你看六这里然后我就这样子 动吧然后我就弄一个红线那反正就是这样子弄一个指示性 那这个通常就是说你看为什么我用红色因为他本身绿色用红色那这样子他本身是一个那个补色的 对吧补色关系补色关系的话就是三颜色的补色啊然后这样子一看那就非常清晰 然后我在这里加个图片那我可能就这样子我贴到这 然后这样 然后比如说一个图片哎呀真的找不到图片我好哎没关系有办法 这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比如像 这样 我就可能这样子啊不过卖对吧 那我可能我我随便找照片吧你们不介意吧我就第一张啊这样子行吧第一张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子拉个块啊 但这个随意啊记得你们是要把素材先准备好然后再来排吧你不要像我这样子把东西给准备好然后用一张纸就是A4纸用手就是用笔 然后你先勾一勾可以吗就勾一勾大概要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版式比如说你现在要这样子一个版式你先勾好然后图片往哪放然后最后电脑再来操作不然的话你们会很累就说你们最后排好非常累那这个Google map我就关掉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再来一个30的课本 main part 30是吧main part 好像是L 30 好 pond 哦 p错 好那我们继续很这样子那当然你们自己找一些比较特色的照片可以把它比较特色的哈就不要像我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如此类推的那你说哎我那个地方很小哎好像没那么多细节那你自己加的比如说啊本身你看我这里这种叫什么性格地点的信息地点信息吗内容的地点上面的对吧那地点上面信息如果不太呃不太够的话那你再加的比如说啊你可以 再加那个啊就是那种呃就是那种呃什么信息就是说比如说呃地点有了那能不能再加一些交通啊或者是说呃卫生间那等等的或者餐厅啊哪信息反正这个东西你是自己加进去的这些东西不是说啊本身没有你就没法加反正信息内容的丰富性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没有的话你就再丰富一点说啊我这块是那个就是说呃这块的路是用使徒做的那块的路是什么上交的 然后这块是水泥的就说信息你可以自己去加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看起来你看现在就说中间这里哇好乱哎但是它乱中有序然后右边这里也有我们需要放的东西 然后这个版面你说如果不够放怎么办总共地图两面的吗你就放两面吗如果你说哎呀好烦你这盘吧一面不想要盘另外一面那就两种语言吗这边英文那边中文可以吧那你说这种中国后面那你有这边怎么办这边可能就说再加一些不同流行信息比如说我这里我这是一个地点对吧呃这样子然后比如说这样子 哦比如说我现在排是第二个这个嘛对吧然后呢看一下呃呃就是我是想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有些文字信息对吧比如这个啊这个我随便我随便找真的到他那个信息不是match的我先跟你们说好 哦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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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怎么样我把这个图往下拉对吧然后我在重新再找一个版面 我再找一个版面这样子 这样子对 然后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里我先准备好 我先放这里 然后呢 不同进行 然后最后聚在一起 然后就对 比如说我这放满了 对吧 反正你就看你情况 如果不够放 你就把第二面里放了 或多放几面 如果再不行 你这压缩再缩小一点 如果两面都放满 对吧 反正就是看情况来调整 就是怎么 就是就很简单的 有回事 就对 就是这样子 那就 然后内容信息 如果不行 你就改变 就是说哎呀 我这次信息好像不是很够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只有个办法 就是说内容信息不够 那你就 你要看情况三减 你不够 你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这里好像是绿色 那整个版面 哎 我是 对 呃 我是想拉一个块 这样子哦 这个黑色有点素 那我 我是想这样子 把这个颜色抽取一下 然后加到最底层 对 因为有时候看有些地方好像不是很丰富的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 那这里我们就会成白色的 那就这样子了 就对 然后通过这样子 因为这样也不会太强 主要是我怕抢到地点上面 因为主要是内容信息 我们重点还要抓好啊 就说重点不能丢 然后再下来这个地方啊 怎么都放这个 那就那就我们跟着这个吧 对吧 就说大概知道一个地图怎么做了吧 就这样子 然后再 一样蒙吧 其实呃做这些不不真的不难难 就是说其实你发现很多 就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都是这样子 就是完全就重复 然后我这个我在看我可能是 这个呃这个我回去一下 刚才看17的吧 那我就再回来这里边 对啊 反正就这样 这里大概这个地方啊 然后我就这样子再拉过去 这样子再拉啊 反正你会觉得就很简单 反正就这边啊 我我我现在的思路是这样子 我这个地方 我就只放图片 然后你看哪个地方 或者你觉得比较近的 然后后这里我们能放什么 路口在哪里出口在哪里 哪里有出口哪些信息都可以网站放 你要让这个东西看起来 很平衡很和谐对吧 有空吧有什么的一半一半 但是又把sky有信息给放上去 但这个地方好像 我没看到路口出口在哪 但你们懂我意思吧 就这些东西 要放多少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然后再下来来 一个比如说12可以吧 比如说这里啊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当然我我现在标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罗纪为什么 这么多地方我就不要这么几个数字 而且这数字还是 不耐个的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有问题的一件事啊 所以说那你说我原型不要我换别的行不行可以啊 这个就是完全一个排版一个美观性啊 美观性而讲 但是不能说我为了好看而把一个东西做好看啊 这是非常流氓的一个行为 因为现在很多的如果是有做设计的都知道说哎好看就行了 然后你你问说啊有没有固定规格或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没有啊好看就行 然后最后出来一个东西说哎不好看了啊 反正就是 现在反正就是说做设计环境其实是呃就很很 很很直接说非常流氓就是说呃 说白就是 非常流氓就这样子所以说但是呃人家是人家 然后自己还在把这个东西做好 比如说你一个东西你排版对吧你没有一个理由你说哎我就这样子我觉得好看 如果你说你跟一个你上次这么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跟一个客户这么说那就有问题了懂吗 像我个人来讲 我我不认为客户就是说 呃 我客户是上帝我认为要服务我这点我认同但是 呃但是我我认为是怎么样就是说 不应该是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 不是了不起就这个意思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给你服务但是不是说你给的钱了不起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呃 真的没有办法做设计因为你说怎么做就行了你还需要专业意见做什么的就是一个这么有主见的人对不对 有这么有主见的对吧那就有主见到底吗我是我是这么觉得反正就是 呃对 算了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说做这个排版你要有自己的思维然后你超规超你要超有方法比如说 呃像刚刚说的就是说拿了一些 自己喜欢的版面 然后你不要说我这个好好看的我在用你要看 像我一开始拿那个水墨我不应该拿水墨为什么水墨跟我现在这个东西大吗他完全不大不要说我为了好看然后 不要说呃不用人家这个做好看靠到我这一样好看 不一定这个东西 通常都是 差很多就是这样子就算你要好好规划然后用张纸然后把规划好我认为这个 很重要啊 然后剩下这个地方我就随便在哪个地方我看了38吧好吧 我就随便在哪个地方这样子就就你能懂吧就这个地图怎么做很简单 就说你这个东西你觉得哎呀好像我东西很少很丑 说说白就很简单一个问题你东西不够你内容不够就说你没有把它一个深度化 就好像你看现在我这一张的话你看我扣其实也不会很久 而且我扣的这么丑 其实整体效果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你看 有这一块我叫是道路这块是一些什么屏蔽走路的这有水对吧然后这里你说我这好多块不好扣 那你就 你再把厕所别的信息给加上去让他丰富吗 就说有些东西你该做东西要做你不能省我是这么觉得 然后你现在这么看这张图是不是很干净整张就白白的非常干净 然后你会觉得说啊 他有信息都非常清楚 你会觉得你说现在在家 可以在要不要在家要在家什么了 可以在家联络信息啊 比如说啊你在别的地方说哎电话什么都可以 就说你觉得整个版面要很很协调 你懂吗 这个东西 没办法说 怎么讲就我没办法说 我直接给你一个绝对性的一个 定律说 哎这个一定好看就没办法给你绝对性 因为很多东西 当你一种绝对性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会很板 就是说完全就很死板 所以说通常我 竟然不会给一些很绝对性的东西出来 就说这些东西你说要好看 就是说你要自己慢慢练练出一种一种美感 就这个美感不是说啊 你想要马上就有 就是说希望大家 不要那么急 去把一些事情 去做好 你说方法什么的 我觉得你可以随便问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 就说正常了 因为 有时候 没办法清楚知道说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说出来了 大概就大概知道 就是说 你首先要 对自己要很清楚 对吧 然后这样子传对 对症下药 然后你才知道说啊 给你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好然后这样子下来的时候对吧 那内容信息 呃 你们就不要介意我 我随便 我就随便我拿 我就随便拿copy吧 可以吧 那你们反正就因为呃 你们的东西都都不肯定是说是哪一个对吧 那可能就这样子啊 那可能是我就先把这个内容信息啊 这边很干净 那其实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你们这时候再加 你就可以说加一些自己喜欢东西 比如说啊 我这个map 不要对吧 呃我这个先我先没这样子然后我把map这样换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字体 呃可能就了我我真的随意换了你就不要乱学啊跟你们说 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他就很杂志那种风格 然后我这么我就这样子放在这啊 我就这样子你看整个版面是不是也稍微好像又有点感觉 这样子就说这个东西但是我随便买的你真的不要 真的这样子学 就说这个字 他跟这个 呃我们要表现那种 协不协调啊 那可能如果你像我现在瞎白啊 我真的瞎白是怎么样 这个好像有点像道路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呢 你看这个好像一个 路子这样子 就练到平常白是那种那路 大家好像挺协调的 你看这弯弯曲曲的啊 这么白就就白变 就是 然后你说现在不行 那种信息又不够多 就像在这个基础上面在缩小两方 记得12不认真 比12在想你8 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试一下这样子就反正不 我觉得很多东西你电脑牌你现在看我这么拍很大 但是呢你自己打印出来你就知道那个结果了哈 就是哎对我也懒得说那么多就 废话太多了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啊我就这样 然后这个东西嘛 你可能会一开始你如果你们排我觉得会经常犯一个问题错误是什么 好那我首先我这样子 呃我我我个人习惯是喜欢用那种就是说官方字体就是说常用的那个academic writingacademic的那种就是学术性的那个就惯用字体 那比如说像这样像这样对吧 那我可能是这样 呃这样子一个那像这样怎么办呢那叫你说说实话真的 这个要么你就改内容 要么就是 呃 呃 等下 我看 对 那反正就配管上面记得这对起这些东西不然不叫拍板反正尽量的模块化 还反说白就是一种模块化的表现啊 好然后再下来 来这样子啊这个操作反正你们自己好好念念这样子啊毕竟 我能讲东西真的很有限 然后你像现在内容好像太多的确是太多那你肯定要把内容给删减这样子你一定要删减你不删减的话你 根本问题解决吧因为你你要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我这样子我这边这样三分之二我我这样自己改行不行比如说我这样 我这样子多一点然后在这个图片我再放稍微放大一点然后这边那我这边挪 然后呢因为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已经占大半 个版面了怎么办 啊还是继续 先先这样子放的然后我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图片对吧我这里刚好对着那输血位这边 然后他们都要统一啊这个这个就归归怎么对吧那你说下次说哎我想还是不归正了那 再练习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了那你说不同的风格你想都练好了那就 慢慢练的因为我只能说我教给你们方法然后你们自己去 多练练这样子那比如说啊我我通常我个人来讲我排版就玩玩速的玩线条比较多玩少就玩那种 因为我我不是平面专业的然后就是说很少玩到那种很花枪那种就或者 各种变态切割那就那种版面就说实话啊第一件事我的我职业上面也玩不了 就是说呃没有那个需要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我表达都会大多都是一个内容性的东西很少表达都会大多都是一个内容性的东西 就是这种就是说 呃很想把他就是说各种艺术性所以说导致我很少用得上就这这块我没怎么去说经过一个 就是说 练出来因为这有排版嘛对吧就跟你学英语或写中文一样好的东西都是写出来的就好的英语 你不好对吧因为作文写的少不是单单是第一个 但更多是怎么你作文一定要写的多这是这是必须的 然后你看我现在这边啊好像内容信息也差不多然后这时候这两个怎么办我就 我这两个我先放这边对吧 那我左边我是不是还是很规律的对吧 那你说啊我这个好像有点数位对吧那你就很简单吗我左边数 那回去去看别人的排版 别人排版你看呃好像 他很多这种但是这种你要看你内容量 一样那么多对吧那你说这样子空空白白的没什么内容也不符合我们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吧 那你说我们放这么你可不可以说啊我像这个我放了N张图片放个这样排然后因为排行字行不行行了当然没问题当然当然可以了 那 比如说我用这个这样子做一遍你看乱怎么做就是这样子 你就按着反正就是按着他摆在一起然后按着他摆然后按着他摆完以后你把这种放你搞定了吗就这样子炒吗 那但是也不符合因为现在我这个如果说我想把他很多信息那 怎么办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三个我已经加速在这对吧 那然后呢 要不把刚刚那个中和一下那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 比如说刚刚那个快我觉得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加一条线把它分割一下可不可以分割 分割一下这样子 这里 不好意思 这样子吧比如说我是因为是竖线对吧 然后我这样子 稍微拉低一点 然后这里再拉低 那这个拉高点 那为什么这么做就就感觉好像这个很流畅的一个气 这里有一个松这里一个松 然后怎么样我把这两个字 给删掉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对 这样子咯 那就这样子 那我就就刚刚给你们说就前面的那个 这个啊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的那比如说我现在我就单张给你们 我觉得我就用一张来做吧可以吧 他这也就说你们 素材记得要自己准备好 看他这个反正就全都是规整的对吧 那我就按照规整的对吧 那你们就把自己的图给裁切到规整 你们自己去切 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是这样 那我就按照他这样 这个地方到这样 那我就我这个图我就再缩小一点吧 我就这样子切 可以吧 反正就是三个全没法全场之外 你又自己自己去调整嘛 对吧这个东西 就反正就自己看情况进行的调整 我觉得这样子会好一点 然后这里这个地方是这样吧 对吧 你看他这边也是吗 对吧 然后下面 一个好一个呢 就这样子 对吧 哎 不好意思 OK 哎 不是一个出来 没得麻烦 哎 卡住卡住 真的卡住 好 那个拉下来 那你看这样这样子可以吧 应该也没问题吧 就这样子啊 就这样 整个 然后也说哎 不能分钟要这样子对这样切切 看起来效果还比较好 就是这样子呗 但这个其实不是很大了 这个跟刚刚来过 为什么因为 留白的空间不够 如果你说啊 我们现在这样子把这个不要了 发院去啊 那这样子一个效果就好很多了 这样子 懂吗 就说他是怎么样 左上右下 然后上面少这边多的 这样子去 取得个平衡感吗 让我们去修改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横排 所以说只能说 部分应用 然后有些东西需要自己去 那个修整 那比如像现在这个 那我们只能说 上面这个给拿掉 然后这样子 这个往上再挪啊 然后尽量这样子 让这一块 这块通透一点 那看起来会比较协调一点 这样子一个方面 然后来这几块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美感训练了 这个这个真的没办法说 讲的 那个啊 那比如说我再放大一点 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 比较OK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 比如说我们再找一张树的图 可不可以 就这样在通过这种形式下面 然后再进行一个 修改的 那就这样子 好像还好一点 这样子 懂吧 就是这样子去修改 那要么我就导一张 我导第二张 第二张因为我 我都跳出去 OK吧 我先导存 那导图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我就不再讲第二点 那反正就是说你看到什么版面不要先一开始想 呃去直接整个吗 有时候不是我们可能是把左边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是一本的对吧 我们可以 我们把人想成一个横排一次纸 我们这样子一个版面行不行 对吧 或者反正你们要自己去找多找一点 然后找我是不是或者这种啊很炫对吧 反正你要用你不要整个去用你用一部分 然后再看情况 比如说像这个就一个很干净的海报 我就是一个海报对吧 像这种我就像一个什么有人头有什么人物简介对吧 我就这样子 然后或者你把它改成地图行不行行啊 你把这两个紫色的部分改成你要的一个就模板嘛一样 然后其他信息一样放上去也没问题啊 然后背面是个地图可不可以 可以 一定没问题 这么讲应该能懂吧 反正就 排版上面来讲 你能自己去找素材 但是不要 照炒 要把他一个重点给拿到 就他这个重点是他的表达方式 这两个就是完全为了排版对吧 信息不是很重要 这两个就重点吧 对吧 你看 他日期 你又放 这样 就是说这个 时间信息 这边白色部分什么 内容信息 对吧 那就按着这样子吧 或者像这边啊 各种排版剪切 所以说很多东西它是有理 他不是说随便排是为什么国外的上场座 比就他的设计座更成熟 原因就在这里 好的 那这个图好像导出完了 那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哎你们看到其实就这样子一个 啊 可以了 因为 图表大 你又看到哎我背面看这样子是不是还是很干净这样子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你觉得不好看是对也正常没有问题就没关系对 然后那个今天的那个地图排版就到这里 那个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或者有什么 你想去就是说 你想做的 然后你给我说一下我就这样子做一个样板这样子 然后 就做一个concept做一个概念 然后你去 方法给你你再自己去把这个梳理一下 然后再输出一个 你自己的东西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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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